尼沙台风外围环流带来暴雨 在双北市也是造成了部分的灾情 更造成了交通大乱 重要的通勤路段全部都塞爆了 新庄区因为体外道路封闭 平面道路跟桥上都卡住 动不了 交通时间比平常是多了两倍 而在信职呢 只是从清晨6点多就开始塞车 有信职的民众在脸书上抱怨 坐了半个小时公车 连一站都还没有过 还有网友形容 今天是信职交通最黑暗的一天 大雨来的一阵一阵 车辆走走停停 绿灯就在眼前 但想通过真的不容易 想改走其他条路一样塞到爆 周一一大早汐止居民正要出门上班上课 全被塞在车阵中 包含连接台北市大同路 康宁街等都动弹不得 有人说公车半小时还无法过一站 真的很夸张 连骑机车都很难钻 更有人崩溃直呼 这是汐止交通最黑暗的一天 新北市府说明原因 原来是大雨造成部分路段积水 关闭吉林街水门 等于少一条通往北市的路 水门关闭 还有一些道路不通 我们特别请警察局 交通局 做了一个交围的整体计划 好在周一下午 吉林街水门开启后 下班时间交通堵塞状况 稍稍疏解 不过除了戏指 新庄通勤足 一早也崩溃 全都卡在桥上动不了 新庄连外桥梁 以及平面道路 因为体外封闭 车流增加 交通时间比平常多了两倍 有网友哀嚎 新庄去台北要经过三重 宛如翻山越岭 应该不少人会因此失去 全勤奖金 这两天受到泥沙台风 外温环流水气 加上东北气风影响 北部宜安地区 下起滂沱大雨 双北各地一早 交通超混乱 让民众苦不堪言 这终合报导